DROP IT DROP IT DROP IT 今次為大家介紹 就是來自一個日本很低調的品牌 一個潮品叫做CE 這個品牌一直以來都很低調做事 但自從2008年和NIKE9年名過後 人氣就起到啪啪聲 這個CE的創辦人來頭不小 創辦人不懂怎樣讀 不是叫做SKETTING 沒所謂 平時你們穿back的鯊魚頭和猴子頭 就是觸之魚的手筆 所以你說這個創辦人多狠狠 這個CE的風格是很有特色的 它的風格是偏向90年代外舊電子錶 小型噴噴這樣的東西 亦是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有很多Instagrammer 就穿得有自己個人風格 都很認認Instagrammer穿得到 那麼多Instagrammer入面 其實我最喜歡看得到 Ridana穿這套衣服 最喜歡看得到你媽媽不認認 我真是誇張 你看看 這樣這個CE到最後 它已經爆火起來的時候 大家都很開心 因為有多個新品牌 大家又可以買了 但一班CEFans 就覺得 你最好不要爆上來 你最好不要火上來 你最好不要紅上來 你最好不要紅上來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品牌 一紅上來後 就沒有自己的風格 而CEFans 最擔心就是這些事情發生 那麼我再遲下去 這個CE會介助爆上來 還是走它原本低調的路線呢 那麼我們就看這個CE 它要怎麼做 好了 這一集就跟大家介紹這個CE 如果你們覺得它的衣服 很適合你們 不然你們可以試試看 有沒有找它的資料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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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